怎么样才能战胜马龙呢 打疯了战胜了 怎么才能打疯了 一会儿能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比赛 竟然能让脏骚张继科感慨到打疯了才能赢 甚至一旁世界冠军都得老老实实地坐着 练真观看这场世纪科龙大战 就连肖战教练也在喋喋不休地为其调整无数次战术 这场比赛发生在2014年世拼赛南单选拔赛的现场 由帝国决凶虎张继科对战六边形战士马龙 只听这称号 想必大家都清楚这俩人的实力都多猛 并且这俩人一个是世界第一 一个是世界第二 被称为国平双子星 那这场宇宙撞地球的超级世纪大战 场下的观众也是兴奋到了极点 只要是有张继科对战马龙的比赛 那场下的观众绝对是坐无缺席的 而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两人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马龙希望击败张继科恢复自己的自信心 因为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本来是他要上单打的 马龙当时排名世界第一 但可惜奥运会前各种大赛的拉胯表现 还有张继科那年的强势崛起 所以最终单打的名额给了张继科和王浩 而世界第一的马龙却只胜了团体赛 而张继科也想赢下比赛证明自己 虽然他在伦敦奥运会成就了大满贯 但在这风光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质疑声 很多人认为他这几个大赛的冠军 几乎都是踩着王浩上台的 存在一些水分 大家觉得是马龙没上单打他才能拿下大满贯 也出现了王浩克马龙 马龙克张继科的言论 这让张继科非常难受 那么这俩人在今天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 首局比赛开始后 两人瞬间气势大爆发 因为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对彼此的球技那是一清二楚 从球路来看 马龙是占据一定优势的 所以可以说 这个马龙是被王浩的 事实确实像主持人讲的那样 球锋很稳的马龙以11比6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张继科转变战术 他加强球速不让马龙有转的机会 张继科打得越快越简单 就能克制马龙这种战术大师 龙队率先失误小白球出网 被张继科搬回一城 马上来到第三局比赛 双方的战斗依旧很激烈 张继科爆发力很高 而马龙则是稳定性强 两人谁也不让着谁 一直将比分打到了紧张刺激的八平 不过关键时刻 马龙率先发球 张继科接发球摆短落点中间 或使马龙出现了失误 最后一球张继科还是以相同的得分方式 率先拿下了第三局 这场比赛是选拔赛 才用五局三胜制 只要张继科再拿下一局 就能赢下比赛胜利 来到第四局 张继科因为着急前半局落后比分 不过张继科的调整能力很强 很快扳平了比分 这时候看的就不是技术了 而是双方的心态 最终张继科发球抢攻拿下比赛 张继科赛后怒吼也发泄了压抑的情绪 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让大家知道他的大满贯没有水分 虽然张继科对战马龙胜少负多 但不能说张继科打不过马龙 而龙队本人也不会说打张继科稳赢 两人的实力各有千秋 是我们国拼的双子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